9月8日俄罗斯艺人丽露修发问回应受伤事件 此前有网友爆料称丽露修在录制某拳击的节目时意外受伤被救护车拉走 并表示丽露修在骨折后依然坚持完成比赛 有的一众粉丝心疼 8日深夜丽露修给出回应 直言不要担心拳击运动就是这样 之后更是晒出了训练视频 表示自己对比赛很有信心 我小时候练过拳击 所以对拳击的技术我很熟悉 要恢复一下这个会 举席今年27岁的丽露修 通过参加创造营2021 在观众眼里刷了一波强烈的存在感 节目中那个不想训练的滑水族丽露修 一次次在观众的逼迫下进气 尽管最后没能获得出到位 但丽露修的热度却并没有降低 各类综艺节目品牌代言 分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如今丽露修在拳击节目中带伤上阵 网门纷纷调侃 丽露修变了 不是那个一心只想下班的人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